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欲万年不变的笑面上出现了怒气 他省大眼一眼捉住我手里的小凳子 很生气地说 小黄大人 你太令我失望了 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的人 阿大呀 看不出你竟然饥渴到这样的地步 小黄大人 我 我对你都说不出话了 我放开了霍玉插着的小凳子 好悲愤地向后退 疑到我 掩着的胸口 你 你们 你们居然相信这只死人星星 霍玉好冷酷地说 哼 我们只是相信看到的真相 不是呀 只有一张照片 还要是乱拍的 哼 照片就是真相 哼 我整个人摇摇闹闹地看着他们 面对着他们鄙视 烟乎 失望的眼神 我整个人 拎下拎下拎下地快要暈倒了 哈哈哈哈 天啊 你是不是想玩死我木冬青啊 啊 而就在这个关头 冬长眉他站在身上 他掩着胸口很伤心地说 你们不要这样对他了 啊 能够被我污辱了之后 还帮我说话 他这份善良感动了那些妖怪了 但是同时也都让那些妖怪 更加对我的这种行为好不满啊 霍玉好感慨地跟冬长眉说 冬小姐 你太善良了 我们不能够这样纵容坏人的 冬长眉看着我手里面握着的吊锤 他留下了好不舍的眼泪啊 不紧要的 是他的话 要我怎么都行的 啊 在场的妖怪包括我 那些思维好像禽燕那样 在这一剎那 咚 断了啦 感谢大家收听 由彗星文化和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市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 沙米王子 主播 古狗飞 小小肥 第五十四集 冬长眉走了 带着伤心和不舍离开了这里 而我被那么多妖怪不断背着 他们鄙视我 我成了他们眼里的抢劫犯 任参 感情浪子 大女 人渣啊 我一点反驳权力都没有 唯有躲进房里 免得他们看我不顺眼 走过来打我一餐 哈哈哈哈 白痴 哈哈哈哈 下枝马一直在我脑海里笑到停不住 我将它扔在书桌上 自己又摔回上床睡觉 这两天 吊在树上 一点觉都没有睡过 再加上 又遇到这样的奇异 唉 我真是累到懵了 终于都是睡着了 梦里面迷迷猛猛地想起了陆奇 梦到他正和我笑 笑容是多么灿烂 简直就是不是真实的 适间 陆奇又生起身 他拿出把劍 好愤怒地砍过来 吓到我 一下子就砸醒了 唉 你臭人陆奇 就算在梦里面都不放过我的 拿起床边的手机 看看时间 居然已是第二天 星期六早上八点多了 今天是小雪回来的日子 昨晚我吃饭的时候 他们居然一个都没有叫我 唉 这帮这样的死人妖怪 真是没良心的 看下这个中素 他都快就回到家了 现在想想 如果那些谣言传到小雪那里 那我这个做大佬的 什么形象都没有了 小雪一定会避开我 还会害怕我 唉 真可憐啊你 我看了颜书桌上的吊嘴 不打算带着她的了 现在我的头尺的事还不够多啊 屋里面没有别的妖怪了 又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果园里修炼着 龙叔不知道是不是去了水果店 现在反而是难得清静啊 平时的家里太多妖怪了 鬼死这么吵 好鬼头尺啊 等我擦完牙洗完面 在冰箱里找了些东西 已经是八点半了 小雪居然还没回来 我就有点担心了 正想着打个电话给她的 没想到她反而打了电话给我先 小雪啊 还没回来的 有没有搞错啊 电话那边 传来了一阵沉默声 我个心 即刻沉了一沉 知道 似乎是有点不好的事发生了 木洞青 啊 这把不是小雪的声啊 而是一个很苍老的声 冷酷而且无情 我没多久之前才听过她的声 那次啊 差点没命啊 一秒真人 是啊 我连望说 我妹呢 她现在在哪儿啊 你捉了她 她? 她只是个无古的普通人而已 不是妖怪来的 你千万不要伤害她啊 只听见一秒真人 在另一边慢慢地说 我没兴趣伤害犯人的 不过 如果你不懂事 我就唯有用她的命来威胁你了 没想到 印象之中 堂堂正正的修真者 也都会这样做的 真是令我绝对想不到啊 上一次见这个一秒真人的时候 我就已经觉得 她又有点缩缩的了 现在看来 谁知道是缩缩的 已经缩得好鬼混蟲了 你这样做 还算是修真者的吗? 陆琦啊 你个徒弟啊 他才是堂堂正正啊 你这个做师傅的 失不失败一点啊? 一秒真人 用好不洩的语气和我说 哼 只要能够消灭妖怪 什么手段有什么关系啊? 我现在消灭了你 是为了世人 至于陆琦嘛 我即时就急起床了 你对陆琦做了些什么? 只是教训了他一下而已 你这么厉害的徒弟 我现在是手下留情的了 啊 我很愤怒啊 又愤怒 又紧张 恐惧 各种不安的心情 压迫着我 令我全身都在发疹 哼 我吐了一口气 尽量放松我紧绷的心情 对着一秒真人话 只要你不伤害小孙 就算你要杀了我 怎样都可以的 南平街 有一堆废墟 我在那里等你 为了你妹妹的安全 我劝你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好点 哇 哎 真是十足一个 衰人的口吻啊 一顶你个肺啊 说起身 比我多多声啊 真是 答应了之后 我就吸了电话了 想了一下 应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应该叫那些妖怪呢 不过 不过犹豫了一阵 我还是决定不叫 老道士的目标 只是我这个妖怪而已 而小雪只是一个普通人 只要我过了去 他应该就会放了小雪的了 叫了那些妖怪他们 那就只会对小雪的安全好不理 而且啊 他们一定会觉得 我又比小雪更重要的了 不会让我那么冒险地救小雪的 唉 不知道小雪现在怎么才行的 我好急啊 我马上冲出家屋 但是 我目光 立刻望向房里面 想了一阵之后 我回房 撿起了雅芝麻 戴在一条颗里 臭人 扶心渴 你这个无人性的男人 居然扔我去一边不理 哼 我讨厌你呀 恨死你呀 我向屋外面跑过去 面对着雅芝麻 在我脑海里面的叫声 我叫了一声 手声啦你 哼 你还敢跟我说话 我已经一天都没跟你说过话了 我好寂寞 好孤单 好无聊啊 好烦啊你 这个人 三千多年寂寞都过了 现在还说什么怕寂寞才行啊 我走出屋 面包车 一早被龙叔开走了 去混水果了 而公交车 一个小时才得一趟 无奈之下 我唯有把我生了手的 鳳凰牌二八寸拿出来 我一下踢上去 以最快速度 向南平街赶过去 雅芝麻在我脑海里面大吵大闹 吵完之后 终于停止了抱怨 用他很舒畅痛快的语气和我说 喂 扶心汉 我们现在去哪儿了 哼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那样 我将雅芝麻露出了三外面 星云的眼 能够看见外面的情况 这时候 我踩着一部二十八寸 行驶公路上面 去救人啊 救谁啊 我妹妹啊 你还有个妹妹啊 什么 我不可以有妹妹的吗 总之 她现在被修真姐捉住了 我可以去救她 雅芝麻大概就马上了解了现在的情况 她又问 那你为什么不叫你的妖怪好机友啊 我顶啊 连机友这个词她都懂啊 究竟她这几年经历过些什么啊 东长眉应该很少说这些话的 她在哪儿学的呢 我将件事很详细地跟她说了一次 雅芝麻一路回应着 最后 我好认真地问她说 你说 你是最强的武器啊 是不是真的啊 比真主还要真 我猜到你的想法的 你要用我对付那个修真姐 不好意思啊 就凭现在你的实力来使用我 只需要一秒钟 就会被我的混沌能量吞噬了 成为到处破坏的癫脑 居然会得到这样的答复 我即时就很失落了 看来这趟死定了 希望能够换回小雪的命了 不过 我这个时候还扮了什么 扮什么 我按下我心头的火 尽量平静地说 哼 那你说吧 以后要一直带着我在脖子里 不管是吃饭 洗澡 还是睡觉 哇 真是很变态的要求啊 完全符合了这个恶趣味的吊嘴性格 现在为了等她可以帮我 我就唯有上任好暂时答应一下她 就会这样了 啊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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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奥市爆石都带你了 行不行啊 南平街也就是暑街了 鼠妖鱼就是在这条街里面的 不知她有没有被一秒真人发现了呢 如果是这样 那就糟了 说不定她已经被一秒真人灭了了 造妖王真是错误了 终于都是连累了小雪 当我踩着一部二十八寸 来到南平街那座废墟的时候 我已经啊 跪得成只狗似的了 哼哼哼 我知道啊 来到这里 我已经是一只脚踏入了死亡的了 但是 我不熟得的 小雪就是我的命来的 我停下了一部二十八寸 走进了废墟里 所谓的废墟呢 也就是这里的地产商 没有钱给人工 那些工人罢工 留下的一片建筑工地 周围都是堆废料杂物的地方 和鼠腰的烂尾楼是有相似的道理的 不过 这里更加大 原本是打算 建七八栋住宅的地方 走到废墟的中心的时候 然后 我见到一秒真人 好先锋度骨 盘踩在地上 闭上双眼 而小雪就靠在水泥柱边 倒下头 似乎已经昏迷了了 见到小雪 我个心 立刻紧张起身 正想着 偷偷地地 跑过去 那小雪的时候 一秒真人 睁大了一只眼 望着我 呵呵 你终于来了 我停下脚步 好生气地跟我说 你快点放了我妹妹 我已经来了 我任你处置 呵呵 杀你并不急的 现在 我还有些疑问想问你 一秒真人 站起身 冷眼地望着我 你是妖怪 但是为什么 会有一个人类的妹妹 当初我捉这个女孩的时候 就是因为 想着你是妖怪 你妹妹 自然也是妖怪 我是打算一起消灭你们的 但是没想到 捉回来的 竟然是一个人类 她真是你妹妹?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我又看着小雪 这个 的确是小雪没错的了 这时候 她很安然地 靠着在水泥柱边睡着了 我 胸口有点起伏 看起身 并没有受伤 我扮了好惊讶地 指着小雪去说 哈哈 你说这个人是我妹妹? 哎呀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朋友 我妹妹 当然是妖怪 那个人类女孩 我根本都不认识 哎 我都不笑你了 你当然捉错人了 你快点放人 不要害人啊 不要害街坊 害无辜啊 嘻 你说我是不是很聪明呢? 一秒真人露出一些 犹豫的神色 在想着 如何处置这个问题 这件小雪 她眼皮动了一动 慢慢地增开了眼睛 迷迷猛猛地观察了周围 当见到一秒真人的时候 她很疑惑地说了一句 老伯伯 跟着又看到在场的另一个人 我啊 小雪很惊讶地问 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哎 我一定啊 我掩着她的胸口 哎 觉到很赤啊 一秒真人看了看小雪 跟着冷笑地告诉我 哈哈哈哈 妖言 你老美你真是好贱格啊 啊 肥婆婆婆婆啊 你个死人粗口真人啊 小喇叭扑你个街 我最真人讲粗口的了 现在 我最担心的是 等待会 可能会出现血腥画面 会吓到小雪的 一定要等她再次昏迷翻才行 合上眼睁大眼 我望着小雪 我发动了完全幻象 周围还是那个废墟 而一秒真人在这里不见了 这阵时的小雪并没有察觉到这些 他站在身上四围望着一下 怎么都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对面临的事一无所知 我来到他身边 他很好奇地问我 哥 发生什么事 我摸着他的头 苦笑 这个可能是我和小雪最后相处的时候 小雪 哥对不起 哥要走了 小雪即时急 他就问我 你要去哪里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可能是永远 哥最担心的就是你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一定要坚强 有困难 有困难可以找家里那些人的 他们会照顾你的了 有心事可以找一下陆琪的 他一定会愿意帮你的 啊 还有啊 学校里面那个叫童之佑的优儿子 其实就是带怀人 他一定可以代替我照顾好你的 小雪听到傻了 小雪听到傻了 他摸了一下自己的面子 痛到啊 就好实眉头 他不敢相信他问我 不是梦啊嘛 哥 你在这儿说什么呀 童之又是带坏人 没错啦 就是那个死坏儿子啦 哥还要留点精神打那个死老人 对不起啦 小雪 你好好地睡觉啦 我伸出手 掩住小雪的额头 他猛成成地被我掩住 然后他好眼睡 眼睛慢慢合上了 感谢大家收听 又会声文化 红达以太共同出品 暖暖有声诚意制作 我是妖怪我怕谁 欢迎各位订阅点赞 评论转发 欢迎大家收听 都是爆笑收真小说 我是妖怪我怕谁 作者 沙米王子 主播 古狗飞 小小肥 第五十五集 我省大眼 见到一秒真人 站在小雪身边 而小雪这阵时 又是昏迷回 一秒真人 勺了一颗眼身后的小雪 他知道 我使用了 好像类似上一次 对他用的妖术一样 他也没有多说 伸出手 从后面 扑出了两把长剑之一 这把是通体雪白的长剑 妖孽 受死了 他压着把剑 慢慢地向我走过来 强大的气场 压得我呼吸都困难 虽然是处于这样的环境 但是我还有底牌 我很硬地说 我是不会乖乖地站在那等死 那我就要看看 你这个妖怪仔 能够玩出什么花样 我双手合十 食指和宗旨伸了出来 还会查过 喜欢看动漫的人都懂的姿势 忍述 影分身 卡基本雅德麦差东西 忘记了了 听到我这么说 一秒真人很惊讶的说 你居然懂东营忍运述 我识鬼什么忍运述吗 其实就是对一秒真人 用了虚假真实 我吓鬼他的 当我和他对事的时候 我已经无形中 发动了千年妖童了 不过 难道日本真的有忍者 他们都是收贞者 无数个我 凭空出现在这片肺空里面 穿着同样的衣服 同样的脸 但是就有不一样的表情 有些在哭 有些在笑 有些很灰索 有些很正经 有些很眼睡 有些很兴奋 一起面对着一秒真人 一秒真人 见到是这样 原本忧灾游灾 这样的样子 也变得警惕起身 跑 我这个随随便便的命令 一点实际意义都没有 立刻和虚假真实里面的我 一起跑了起身 在这片肺空里面 周围跑 而真实的我 兜过了一秒真人 向着小雪跑了过去 目的 就肯定是趁着这些混乱 来到小雪身边 带她走的了 一秒真人 或者未发现我这个计划 他很仔细地观察着周围 见到无数的我 捣乱的行动 最后 居然不知道 让他在哪里 看出了一些破绽 目光 望着我的本体 我和他对事主 立刻意识到 哎呀 乱惹了 本来这个计划 就希望不是很大的了 一个修真高手 哪有这么容易被我骗到的 真是骗到 反而不是很正常的 现在 果然被他看穿了 一秒真人 冷笑了一声 一剑向我劈了过来 我见到一路上 出现了好像精气一样的扭曲 那些危险无形的剑气 直不立地劈了过来 我神经紧绷了 凭着千年妖童 好及时地向后面一条 避开了这道剑气 而劈气所过之处 劈出了一条破碎裂开了的道路 我立刻递起手 挡住了飞剪过来的石头 这阵时 那些危机感 又传了过来 向一秒真人那里看过去 第二道劈气 横飞过来 准备将我烂腰斩低 我叮 你狼胎成这样的 你个死老爷 我吓得头皮发麻 我立刻蹲下 劈气在我头盒顶横扫而过 斩了我几条头发下来 哎呀 我的头发 差点变成了辣泥 不对啊 我是差点香了 我顶你个废 你死老爷 经过了这个插曲 千年妖童的虚假真实效果 消失了 传说中的分身术 嘿 没了分身了 一秒真人 对这两件的结果 感觉到很不满意 不过 总算是没有了 那么多个我在这儿骚扰了 他周着眉 望着我本体说 妖气虚无 真气又好微弱 但是反应就出奇这么快 难道你的天智真是这么高 高条毛呢 高条毛呢 即是千年妖童的能力 我啊 脚子都远了 站不回起身 我又跟亚之马说 喂 大哥啊 你出手才行啊 谁知道 亚之马冷冰冰地说 小王大人 你是叫对面那个老坑 我真是扑你个街 这人这么喜欢捉自尸的 就是不小心 咬了个大哥 这样就生气 还要是这个时候生气 哎呀 我真是保理大了 我不是什么意思啊 我 我是敬佩你的 你别玩了 你出手了 一秒真人 他很奇怪地望了我一眼 他一点都想不到 为什么这个妖怪这么奇怪 难道真的这么快想死 还叫他快点出手 好 他把雪白的剑 抛了上本空之中 长剑停在空中 一把化成了十几把 那些剑尖全部都对着我的 一看个阵势我就害怕了 好明显出绝招了 嘩 嘩 是不是什么东西傲二九头龙闪 还是龟波起工 哎呀 随便吧 我连望 喂 妹呀 美女呀 Honey呀 你再不出手 我香的了 一秒真人 他很不理解地问我 妖孽 你跟谁在说话 我挺直腰去跟他说 同你妹呀 死老爷 你作恶多端 今天我代表太阳来消灭你 我热死你呀 一秒真人 好像看到什么神奇的东西那样 忘记我 我都说不清他的眼神 究竟是鄙视 还是佩服我的勇气 反正他应该是觉得我瘋了 那十几百长点 即刻发动 好像暴雨那样向我飞过来 喂 阿芝麻 阿芝麻 你还快点出手 都不知道阿芝麻 是不是变成了那个恶魔阿芝麻 他是不是想看一下我倒下的样子 居然是一秒真人出手的时候 他并没有按计划行动 眼里面那十几把 好像闪电那么快的飞剑 在靠近我的时候 在千年妖童的作用之下 连周围的环境一起缓慢起身 我才是一侧身 避过了最先来到胸口那把飞剑 跟着又蹲下 避过了 咳向我头壳顶那把飞剑 跟着再来个铁板桥 避开那两把 咳向我条腰的飞剑 我大概的动作就是 嘻哈哼哼哈 嗯 嘴不到 虽然在我眼里面 离日齐都是很缓慢地发生的 但是在现实里面呢 是用了我身体的极限速度 于是 我听到咳哼的声 啊 洗出跌板桥之后啊 我啊 条腰咬柴啊 哎呀 那些飞剑 全部在我身边飞过 重新合成了一把 又飞回去一秒真人的手里面 他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而我呢 趴在地上 痛得 飘了眼泪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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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叫什么啊 啊 我三月电雨 一點也相理不到 我流着眼泪 指着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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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嘹 啊 指振 一秒真人一额,他嘎嘎声大笑 天道正义,连天都帮我 不单只是一秒真人 就连阿姿玛那个坏东西 也都在我脑海里面疯狂地大笑 好像是见到一个超级大笑话一样 对比狗哥和星爷,更加没心肝 啊,这只死人吊嘴,直到是疯狂的 我向一秒真人吐了口水话 是我自己的腰咬柴而已 关那天什么事,更加不关你事了 一秒真人他笑完了 满意地一步一步地走到我里面 你一下,我再也没有能力再避 啊,阿姿玛,阿尼阿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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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阿妈,快点出手啦 一秒真人,好奇怪地望着我 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急着等死 阿尼阿妈,终于从大笑之中恢复过来了 他跟我说 哈哈哈哈,好了好了 念在妖皇大人,你和卢家表演出这么精彩的节目 正在那条毛咩 那卢家就听你一次啦 我骗着他吊嘴对着一秒真人 我大声喊话 快点啦 吊嘴里面,星云对着一秒真人开始转动起身 一秒真人刚刚开始的时候 还不是很在意这条吊嘴的 但是,他很快就发觉 这条吊嘴有点不妥啦 阿尼阿尼阿把声在我脑海里面响了起身 千年妖童,发动 三眼同体 阿尼阿的千年妖童发动了之后 连同我,亦都是身处其中 一瞬间,周围的场景变换了啦 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火焰在那儿燃烧着大地 映到红色的天空 好像世界末日那样 蜜蜂带着火焰,吹着我的身影 我站了起身啊,条腰都不痛啊 哈哈哈哈,死老爷 今天我代表太阳消灭你 那热烂死你啊 小黄大人,你这个台词前面说过啦 一秒真人 似乎被这次完全幻象的气势压制住了 他好奇怪地说 这个妖术比上一次的威力大了很多 他的目光,看着我手里面躲着的吊嘴 他就说呢 是这样东西的作用? 哈哈哈哈,当然啦 现在,被我兜了几个屁股 我又或者会放过你的 一秒真人冷笑地说 哈哈,就凭你那两度散手? 哇,音光落 田虹忽然间响起震震的惊鸣 拱拱声 无数闪电在红云之中形成了一片雷妄 我和一秒真人都很吃惊地看着这样的场景啊 哇,那些势头很厉害啊 比起那些荷里活的末日电影啊 好看几百倍啊 一秒真人他慢慢地说 这个天象 是绝世魔头降临之世啊 你...你为什么会... 天空的红云 突然间破开了一个大洞? 一道黑色的闪电从天而降 档头砍在我面前燃烧的土地上面 极是一大片的尘土 不单只吓了我一跳 还吓am我坐在地上 刚刚那些威风 全部都没了 仰起那些尘土 还好大 弄得我嘴唇 Cooper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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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一齊都刻呆了 而漆黑的巨劍兼冰里面 突然间抹大了一只 红色的星云眼睛 直一直地望着我 妖皇大人 这阵时我看一条镜 我才发觉 那个吊嘴雅芝马 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不见了 变成了 现在的黑色巨劍 从天而降 我叮嘴 真是变得点渣 哈哈哈哈 见到出场这么大场面 我开心得飞起了 连王爬在身上 向那把劍的雅芝马 跑过去 一秒真人 也发觉事情有点不利 他就马上揮劍 凭空画出了一个 青光色的圆圈 横劍伸展 那个圆圈里面的符文 快速地形成 当我双手握着雅芝马的时候 那个老爺也发动起身 火 我只是觉得 那个脑子突然一阵 出现了一阵疼痛和闻魂的感觉 差点就跌在地上了 我是握着雅芝马的肩膀 这样才没有跌下 恢复过来之后 我望着肩膀的眼睛就问了 喂 喂 什么事啊 这个 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完全幻象吗 为什么我都会受到震荡呢 阿芝马的眼睛 好无奈地望着我说 哎呀 真是笨啊 都还没明白 老家本来是